我们都知道 法老王僵尸特别的肉 当我们将法老王僵尸组成一个僵尸壁垒 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它击碎呢 前来挑战的有 蘑菇家族六兄弟 魔法家族五兄弟 豌豆家族六兄弟 西瓜家族五兄弟 射手家族六兄弟 他们当中谁的实力最强了呢 挑战正式开始 第一个上场的是蘑菇家族六兄弟 蘑菇家族六兄弟 用时23.29秒 第二个上场的是 魔法家族五兄弟 魔法家族五兄弟 用时7.93秒 第三个上场的是 豌豆家族六兄弟 豌豆家族六兄弟 用时14.63秒 第四个上场的是 西瓜家族五兄弟 西瓜家族五兄弟 用时5.10秒 第五个上场的是 射手家族六兄弟 射手家族六兄弟 用时8.56秒 经过以上激烈的竞争 最终获胜的是 西瓜家族五兄弟 仅仅用时5.10秒 一样的竞产品 小伙子的手家族七兄弟 都可以做出了一个